大家我是Paul,周遇到周五英文解讀 首先抱歉一下,因為最近字體上 字體的大小對黑色人生以及烏秋滿同學感到很抱歉 有時候我可能是稍微不注意,或者是說 像有些這種網頁,你看它這個字體大小這樣 這個網頁就不錯,這個Time Magazine的網頁 我如果把它放大的話,它仍然還是可以 裝在一個頁面裡面,然後它不太會說跑到這邊去 然後字體延伸要超過一個橫頁 它還是維持在一個它就是螢幕上的寬度裡 So that's good 可是有的時候會有一些網頁,它會延伸到旁邊去 所以造成還蠻困難的來去調整一個適當的字體大小 所以我們今天就大概會注意一下一下 我想這個大小大概還可以吧 所以anyway,先扯了一點別的東西 我們要今天講的題目是上個禮拜算是比較轟動全球的新聞 這人都認得出來是誰吧,Bill Gates 他離婚了,那旁邊就是他的已經是前妻了,Melinda So Bill and Melinda Gates 這兩個人他們離婚 我們來看看TIME的時代雜誌 他們去問了一些,就是問一些婚姻專家 看看他們對他們這個離婚有什麼看法 So why would a long term couple lik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get divorced? Here is what marriage therapists say. 先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個長期伴侶,long term就是長期的概念 為什麼這樣長期伴侶 lik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會離婚呢?get divorced 那現在這邊就是給你介紹一些 marriage therapist 的說法 So here is what marriage therapists say. 所以therapy 是治療,診療,診療,治療 那加一個IST 就診療師 所以這個婚姻診療師的說法是什麼 好,那我們今天會看到一些詞 就包括現在眼前看到的這一些 有bristle 啦 或者under somebody's belt on the brink of something compromise opportunity cost give or take prenuptial emptiness syndrome 反正等一下我們看到,一個個看到,看下去 所以這邊 這事實上是2017年的一張檔案照了 所以現在已經不負債了 來,我們就馬上看裡面的文章吧 To the wider world Bill and Melinda Gates have always appeared to be the master of married couples 我看到這裡的時候 因為我先讀一下這文章 撒了一下 怎麼會看到master這個字啊 這個是我還揉了一下眼睛,有沒有看錯 明明是一個汽車品牌 怎麼會拿來做比喻結婚伴侶呢 再讀下去發現還真是不錯的比喻 所以對於這個比較 就是對於這個世界來說 the wider world 所以如果我們從全球來看 Bill and Melinda Gates 所以這兩個人 那他們就是因為同一個姓的 所以你只要講說 老公 and 老婆 然後姓放後面就可以了 Gates have always appeared 他們一直以來都看起來像是一個 Mazda of married couples 所以結婚伴侶中的馬自達這一款汽車 什麼意思呢? 所以他用一個冒號來解釋一下 Not very glamorous but very reliable and unlikely to break down 相當有趣的一種比喻 那也蠻恰當的 所以不是非常的 glamourous 就是華麗度不太夠 你想想看馬自達 大概就算是不是很貴的車子 所以並不是非常的 glamourous 這個 glamour的意思就是真的華麗的這樣子 所以有一種model 穿得很漂亮的這些的 我們也叫它 glamour model 所以不是非常的 glamourous but very reliable 非常的可靠 不容易壞 unlikely to break down 所以他們的婚姻好像沒什麼問題 所以馬自達是 這個壞掉率不太高的一款車 應該是吧 我沒有開過 所以說 當他們宣布他們離婚的時候 大家都很驚訝囉 So when they announced on May 3rd that after 27 years they no longer believe they can grow together 所以當他們宣布 在5月3號的時候 就是說在27年 就在27年後 結論婚了27年後 他們不再能夠一起成長 they no longer believe 他們不再相信 that they can grow together 他們能夠一起成長 and were divorcing 就在離婚了 almost everybody was stunned 所以當他們宣布這件事情的時候 幾乎每個人都震驚了 所以stun這個字就是 這樣子 OK 然後 整個網路啊 就大家都開始 他用了這個字 我覺得相當的生動 我可以告訴你 他這樣的用法是不太多的 因為我真的也不是很常看到 可是bristle這個字 我先解釋一下下 這個bristle這個字就是 中毛鋼毛 所以像你拿一個那個鋼毛刷之類的 那個一條一條一條的那個 除了任何筆刷 好像我前面看那個 Bob Ross的 不知道他是誰的話 有一天或許可以介紹 就專門教你畫油畫的 然後長了一個那個 他不是黑人頭 可是他真的是一頭爆炸頭 然後他就用很溫柔的聲音 現在沾一點這個顏料 塗在這邊 你看這樣子很棒 所以這是他焦化的風格 所以他就會講這個 筆刷的那一 就是刷毛啊 就是這一個字 bristle 那這也可以去想像說 動物在生氣的時候 全身的毛都會立起來的概念 所以這裡再就是這個比喻 網路啊整個就是 bristle with speculation 因為整個網路的毛都豎起來了 然後大家一直在觀測這件事情 所以我這邊跟你講 他這個字這樣的用法是不太多 可是感覺蠻生動的 整個網路的毛都豎起來 然後來觀察 來去看看他們知道怎麼一回事 so the internet bristle with speculation about what it meant for philanthropy global health the future of tech and the stock market 所以他們這一段離婚啊 就大家都開始去speculate speculate其實有另外一個 比較有點負面的意思是投機 就是股票市場上的投機 可是他也就是去看狀況觀測 所以整個網路在觀測 到底他們的離婚會 對於後面這些事情代表著什麼 what it meant for a b c and d 這樣子 所以philanthropy這個詞 有一點也蠻有趣的 他就做慈善 因為他們兩個都慈善家 你看慈善不是charity嗎 沒錯這另外一個慈善家 所以他們兩個都是philanthropist 所以對於philanthropy這個事情 他們離婚代表著什麼 以及還有全球的這個health global health 全球健康嘛 我想其實公共衛生之類的概念 你只要比爾蓋茲一直很關注這個議題 the future of tech 就是科技的未來 科技業的未來 或者科技的未來 以及stock market 以及股市 所以他們離婚可能有這麼多層面的影響 there were less serious responses too 也有一些比較不嚴肅的回應 好比說fake tinder profile 我剛剛是也笑了 假的這個tinder帳號 因為可能就有人 把自己的頭貼換成比爾蓋茲 然後就嘿嘿我是Bill Gates 我現在回重新回到人肉市場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還蠻好笑的 fake tinder profile jokey memes 那名字叫做迷因圖 所以開玩笑的一些迷因 有關於Microsoft的失敗 about Microsoft fails 以及spoofs of QAnon speculation about whether Melinda was anti-vax 所以後面最後這一點 可能不是這麼好懂 spoofs是鬼畜影片 我們在講那個 是不是馬寶國還是之類的 有講到過這個字 spoofs 就鬼畜影片 那QAnon是那個 美國現在的極右派 所以 你要是不知道這兩個字 你現在就已經卡住了 但不管了 反正就是QAnon的一些鬼畜影片 那QAnon的一些觀測 有關什麼東西呢 有關是否 Melinda 她本身是anti-vax 什麼是anti-vax呢 就是反那個什麼東西 反對vax是那個疫苗 因為美國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們不要打疫苗 因為打疫苗 可能造成小朋友自閉症 autism 你可能 你如果生在台灣的同溫層 你可能真的沒有聽過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對我們來說 就是打疫苗很正常啊 小麻痹疫苗 或什麼天花霍亂這些的 可是對一些 就是 信一些偽科學西方人來說 打疫苗造成 這個autism 也就是剛剛說的那個自閉症 彷彿是真的 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一樣 可是 蘇不知說不定真的有一些 極少的案例 所以對我們亞洲人來說 那什麼鬼啊 當然還是要打 可是對他們來說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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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not taking that chance 所以就不帶小孩打疫苗 事實上非常糟糕 所以 這邊就說了 所以QAnum這邊 的一些鬼畜的觀測 說是不是Melinda 其實是anti-vax 所以扯很遠喔 但反正就是比較不嚴肅的鬼影 Alongside those however There was a quieter satter discussion 而 除了這些之外 然而 也還有一些比較安靜的 比較悲傷的一些討論 A quieter satter discussion 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離婚 What happened Right?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不錯 What happened? 怎麼會離婚呢? 然後下面就開始是 So if the Gaetz 你看 就是比爾蓋茲是兩個人 那因為現在是不是兩個人嘛 所以這個Gate才可以加複數 那他的名字本身有S結尾 所以要加複數變加ES Gate's 好像是這樣子 後期發音應該 照我的理解 應該的確是這樣子唸 So if the Gaetz With all that money A joint project That had made a real impact Three kids And 27 years under their belt Couldn't make it What hope is there for the rest of us? 所以這問題問得很好 所以要是 蓋茲這兩個人 這兩個蓋茲 沒有辦法 把婚姻這件事情做成功的話 那 對於剩下的我們來說 還有什麼希望呢? What hope is there for the rest of us? 所以 所以這邊這個句子講得很長 我再講一次給你聽 如果蓋茲們 你看這highlight起來的部分 沒辦法辦到的話 If the Gaetz couldn't make it What hope is there for the rest of us? 這句話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只是專家塞了一大堆 很多其他的內容就是 如果像是 像這兩個蓋茲 那他們有著這麼這麼這麼 這麼一些東西 連他們都不能成功的話 那這些這麼這麼這麼這些東西 他就鬥點之後 全部用with來全部把它加完 所以with all the money 所以這麼多錢 A joint project 就和一起合作的一個project 你大概知道他們兩個基金會這樣 那這個基金會真的有 對社會造成一些衝擊跟影響 So a joint project that had made a real impact 然後還有三個小孩 3 kids 以及還有27年 and 27 years 全部這些都under their belt 所以我們這邊就有一個 under somebody's belt 這個用法 什麼意思啊 belt是皮帶嘛 所以我們講說 在你的皮 你想像一下 那種木工啦 什麼工之類的 他們不是有那種工具皮帶 然後下面就掛著一大堆 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直接就是 他隱身的意思是 不是說那是你的工具 那是你達成一些成就 所以要說 你有些什麼成就 這些東西都掛在你的腰帶 底下的一個概念 所以 他們有這麼多東西 under their belt 都不能成功的話 那我們有什麼希望呢 好我們再看下去 So shocking as the gate's announcement is It is not extraordinary 所以這個劇情其實很有趣 Shocking as 什麼是這樣 所以它一個是一個 這個劇情大概是這樣 我把它寫出來給你看好了 所以 形容詞 因為它都是形容詞 Shocking as 什麼什麼事情是這樣 然後 然後再接 另外一個句子 OK 但 然後它裡面事實上 有藏著一個 雖然的意思 可能是不是很好看得出來的 我把這個句子 用另外一個內容 造一個給你看好了 就是說 雖然樓下的便利商店很方便 可是我吃東西還是喜歡叫 UberEat 送到我家門口 隨便造個句子 所以 convenient 形容詞對不對 As the convenient as the 我家樓下的7-11 as the 7-11 is 然後再補充一個 downstairs 所以 雖然我家樓下7-11很方便 I still prefer UberEat 因為它可以直接送到我家門口之類的 所以雖然樓下7-11很方便 但是我還是喜歡吃UberEat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行動詞 as 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 後面這個動詞多半是B動詞 所以這個東西是 這樣子 因為是怎樣的 是方便的 所以才把那個convenient 放到巨手去 好我們不講太多文法 B動詞好了 因為它也可能是複數 So 所以雖然他們的announcement 是令人震驚的 可是它卻並不是非常的extraordinary 就是 很獨特的 很特別的 In recent years 近幾年 The rate of divorce has been going down among all types of married couples 所以在最近幾年 那 離婚率事實上是下降 So Rate of divorce has been going down among all types of married couples 在所有的各種不同的 married couples 我相信這裡有all types 可能就是 比如說 可能年齡層不一樣啦 例如說你是四十幾歲的 三十幾歲 或者是可能 不見得是男跟女之類的 So with a notable exception 所以只有一個例外 所以 離婚率下降 但是只有一個例外 With a notable exception 而且是很 特別值得助記 值得助記的例外 Those older than fifty 只有五十歲以上的是個例外 也就是五十歲以上的人 離婚率反而是上升 While most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divorce Do so within the first few years of their marriages This generation of fifty plus folks Melinda is fifty seven, Bill is sixty five Are more likely to divorce than the fifty plus folks who came before them 好長的一句話 所以這個while 大概翻譯成 雖然 雖然大部分會離婚的人 who are going to divorce Do so within the first few years of their marriages 所以他們會在結婚的前幾年就離婚了 所以雖然大部分要離婚的人 在前幾年的婚姻中就離婚了 但是的部分出現了 痘典之後 就是這一代的五十歲以上的folks 包括Melinda五十七, Bill 65 Are more likely to divorce than the fifty plus folks who came before them 比起以前的五十歲以上的couple 還容易離婚 所以現在五十歲以上的人離婚的率 比以前五十歲以上的人離婚還要高 所以這邊說 Are more likely to divorce than the fifty plus folks who came before them 所以在他們之前的這樣子 所以現在五十歲以上的人離婚率高過以前五十歲以上 A trend that is notable enough to have earned its own name great divorce 所以這個潮流已經值得助記到 他贏得了一個他自己的名字 So a trend So this is a trend That is notable enough to have earned its own name 他贏到了自己賺到了一個代名詞 叫做銀色 不是銀色對不起 灰色離婚 Grey Divorce 你知道Grey 你知道頭髮嗎?灰髮這樣子 So grey divorce It really has been more and more common 所以這邊有一個人說 真的越來越常見 OK所以他這邊說 這個人跟他的一個老婆 他們在經營著一個3 day retreat in Vermont for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whose marriages are on the brink of failing And has noticed that many of their clients are at the retirement stage 所以這邊講的是有一個人叫做Israel Helfand 名字不重要 總之他跟他老婆他們經營著一個3天的那種退休會的地方 知道什麼叫退休會 反正就是一個休息度假區的簡單說 所以這邊用retreat這個代表這件事情 所以三天的那一種退休會場所 幹嘛呢?給一些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所以這裡high net worth的意思就是 這個net worth就是淨資產的值這樣子 net worth 所以總之就是有高升價的人 所以高升價的人想要離婚 然後這兩個人這對夫妻就經營著一個三天的retreat 讓他們去度一下假 可能看能不能重修就好之類的 你看既然有這種服務這種business 所以這邊的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whose marriages are on the brink of failing 他們的婚姻啊 are on the brink of failing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要講下一個片語 就是處於一個什麼的邊緣狀態下 so on the brink of 就是在什麼的邊緣下 所以處於不是送處於 靠北 處於什麼什麼的邊緣 就on the brink of 那其實除了brink之外還有一些詞也可以用 就on the verge of on the edge of 事實上也不是不行 on the margin of也是看過的 不過我大概不 他們他習慣性的一些用法大概就 例如說什麼破產邊緣或之類的 你可能真的是用brink或者是verge或之類的 好所以anyway 然後他也注意到many of their clients are at the retirement age 他就注意到他這些high net worth profile的職業人呢 很多人事實上都是處於退休年齡 so i mean not only are people living longer and healthier at their older ages they're also seeing more opportunities 所以並不是這些人不只是活得更久也更健康 at their older ages 在他們比較年老的一個歲月中 they're also seeing more opportunities 他們也看到更多的機會 所以我已經無時了 可是事實上我人生可能還有很多機會 那你跟我一樣老了 不想跟你在一起我要找個年輕的 they're seeing more opportunities 我在那邊亂編故事 and so people have become a little bit more picky about their level of happiness 所以人們就變得比較有一點 picky 變得比較挑剔有關於他們的快樂的程度 所以你跟這個人真的相處二三十年了 你跟他的快樂程度真的一定是降低了 不要跟我扯說不會沒有這回事 婚姻要經營啦 bullshit ok 這些都是老生常談 可是我覺得絕對沒有換一個人 新的人來得爽的啦 I'm being frank ok so they don't want to compromise 所以剛說完了 他們對於他們的level of happiness 變得比較挑剔一點點 他們就不想要妥協 就是要妥協於現在身邊這個老人這樣 ok compromise這個字 我們常看到他有妥協的意思 其實他還有把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把東西給搞砸了 ok 不過我們這邊先看妥協就算了 好 然後再看下去 所以這第一個這個 好 所以剛第一個這個婚姻專家說的就是 你知道老人家 可是還是會想要找一些 你知道不想要妥協於現在程度的快樂 so while nobody except the Gaetz knows Gaetz knows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their marriage there are themes that therapists see recurring among couples at their life stage 所以又另外一個wide的句 雖然沒有人知道到底 Gaetz們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是有一些主題 這些主題是 這些therapist 會看到重複發生的 recurr這個字就重複再發生 那occurr就發生 recurr就再發生 所以這些他們中間可能會有些什麼事 是在別的couple上也看得到 所以這是一種theme主題 one is simply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o separate 所以其中一個theme就是 他們離婚是離得起的 有的離婚離不起 窮的人離婚離不起 因為要是你跟你老婆分了家之後 你沒什麼錢了 你就會不敢離婚 要是你跟你老婆分了家 你還是有很多錢 說不定你就敢了對不對 這是我認為的 好 so people can afford to separate At that advance point in many unions especially if both partners work each individual may be wealthy enough to see very little opportunity cost in splitting 好這句話講的就是我剛剛在說的 所以在他們人生中的一個比較進階的階段的時候 so at that advance point in many unions 這裡的union就是夫妻的結合 unite是聯合在一起 union就是你所結合起來的那個單位 那知道union不是公會嗎 同一個概念嗎 union就是大家加起來變成一個單位 那你跟你老婆加起來成為一個單位 也叫做union啊 所以在這一個 在比較advance 比較後面的這一則 後階段的比較進階的一個union層面的狀態下 我中文講的真亂七八糟 所以特別是如果兩個partner 都還有在工作的時候 有在賺錢的時候 所以你個體的individual 可能就有足夠的錢 maybe wealthy enough to see very little opportunity cost 你就會 多到說你認為是 離婚並沒有太多的機會成本的損失 所以這邊這個opportunity cost 這兩個字是走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 你不要想opportunity是一個名詞 然後cost是它的動詞 不對這兩個字走在一起 中文叫機會成本 ok 所以要是兩個人都賺錢的時候 你就覺得我足夠錢 所以我跟你離婚 我的機會成本不會很糟糕 所以split這字也是離婚的意思 所以 they see very little opportunity cost in splitting 那這個gaze 他們有130個billion 也就是1300億 give or take to divide between them 所以他們總共有1300億 那give or take的意思就是 加加減減 130 135 128 所以give or take就是 你講了一個數字 然後give or take 後面可以再補一個數字 其實 但沒關係 所以反正就是 你大概懂我意思 就130上下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裡有give or take 就是 當你在想要 去估計的時候 加一個這個廢字在後面 來表示說 反正130上下就是 ok 所以這個 它有一個初估的概念 so they have 130 billion give or take to divide between them 所以1300億是他們兩個中間可以去分的 你再怎麼分你分到個十億 這輩子也花不完了吧 so and while it appears there was no prenuptial agreement it is unlikely that either of them will ever go wanting 而另外又有那個while 這個作者非常想用while 雖然說 雖然說看起來並沒有prenuptial agreement 這個prenuptial agreement 在華人世界很少聽得到 就是那個婚前協議書 就是婚前你就講好 如果有一天離婚的話 我們要怎麼辦 所以這個prenuptial就是 婚前講好的離婚協議條款 這樣子 所以婚前協議書 婚前協議書 ok 好 所以 雖然看起來好像沒有這個婚前協議書 但是啊 後面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的 it is unlikely 不太可能 什麼事呢 就是 這兩個人都有可能會想要更多財產 right either of them will ever go wanting 這wanting用的也蠻生動的 就是啊 糟糕我現在錢不夠了 I want more 不太可能 ok 好 所以 要是沒有經濟壓力的人 其實就比較沒有主力 或者比較沒有束縛感 逼著他們保留在一起 如果他們 撞到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是他們比較不快樂 以及他們對彼此的投入 也慢慢開始降低的時候 下面這句話大概先把中文講給你聽 我唸給你看 those with no financial pressures actually have fewer constraints on staying together if they hit a patch of time where they are less happy and where dedication wanes 好 所以那些沒有經濟壓力的人 其實就比較有比較少一點的 constraints constraint就是各種束縛 on staying together 在保留著一起的狀態下面 if they hit a patch of time 如果他們撞到了一段時間 所以這裡有一個片語叫patch of time patch其實是一塊一塊的 快裝的東西 像例如說 if破了補丁就叫做patch 這樣 所以撞到了一塊時間 在那塊時間中 他們變得比較快 不快樂 where they are less happy 以及他們的 dedication 在那個點上 已經慢慢的 wane 所以wane這個字就是消退掉 dedication就是投入 對彼此的投入 所以對彼此投入 減低了 不快樂了 那我們幹嘛在一起呢 尤其是財務上 我們又沒有問題的時候 這樣子 好 所以這裡 還不錯 好 那我們再多看幾個吧 我知道好像已經也滿長了 但希望可以再看到下一個 至少我把它找出來 empty nest 好可以 所以另外一個factor 很多的這個therapist 他們遭遇到的 就是所 這個俗稱的 所以這裡有個so-called 就是俗稱的 empty nest syndrome empty是空的 nest是 鳥巢的巢 所以空巢症候群 empty nest syndrome 其實很多人大概已經知道了 空巢就是你知道 你小朋友長大搬出去啦 或結婚了結婚什麼這些的 然後老人家就變成空巢了 所以Gates children range in age from 18 to 25 他們的孩子啊 這個年齡的範圍 是18到25歲 they range in age from 18 to 25 and the intensive parenting stage of their partnership is over 所以這個很密集的 很intensive的 這個parenting stage 就是當父母的階段 在他們的這個partnership中的當父母的階段 已經結束了 the intensive parenting stage of their partnership is over the oldest daughter Jennifer who got engaged in 2020 noted on social media on May 3 that the recent period had been a challenge a challenging stretch of time for our whole family 所以她的大女兒甚至也稍微提過一下 在社交媒體說過 現在是對他們的整個家庭來說 是一個蠻挑戰的一段時間 she's trying to offer support to other family members 提供其他家人一些支持 那可能就是在hint說 老爸老媽可能快要離婚了 所以這個空巢應該沒問題 那我們在 我這裡還記住了另外再幾個字 我們把它看完好了 所以下一個字是amicable yes 很好 好 所以我覺得這段寫的就其實還不錯 我們看能不能找比較 可以的就好 ok alright 來吧 所以這邊看一下 so if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is eroded 所以要是你這段關係中的一部分已經 已經侵蝕掉了 就是風吹雨打侵蝕掉了 就慢慢的耗損掉耗磨掉了 the romance the passion the collective adventure then a lot of couple take that as a time to end the relationship amicably 所以要是今天這兩個人的關係 已經不再像以前那麼美麗的時候 所以這個romance 啦 這個passion 啦 這個collective adventure 都已經快沒有了的時候 所以romance 你知道 Romantica passion 熱情 所以兩個一起的冒險 那很多的couple 就take that as a time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當作是一個時間 時間點 來結束這個關係 amicably 就是很和睦的 很和平的 所以peacefully amicably 多學一個字 好 然後呢 那他的猜測是 my guess is that in a lot of ways they probably led very parallel lives 所以在很多的層面上 在很多的方式上 這一對夫妻啊 就比我跟 比我跟Melinda 他們大概是 都過著非常parallel的人生 parallel是平行 所以兩個人是平行線 換句話說 早就沒有交集了 they are so busy and they are both very powerful intellects independently 所以兩個人都很忙 兩個都是非常有力量的智慧者 they are very powerful intellects 而且是很獨立的 independently 我覺得也非常非常的合理 這個推斷 ok 他真的也沒有必要跟他老婆 繼續過下去 我大概也是這樣想吧 那最後再看到一個字 behemoth這個詞 就是龐人大物 這是哪裡來的呢 總之就是 下一段我覺得這邊就把它看完 因為這邊behemoth就在這裡了 所以強調一下 他剛剛講到的這兩個人都是 powerful intellects independently的話 所以先講一下Bill unnoted workaholic 所以他是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 unnoted 然後是workaholic 就是工作狂 所以他在3月 2020年3月的時候 announced in March 2020 his intention to step back from the boards of Microsoft and Berkshire Hathaway 所以他想要來 從後面這兩個地方來 退一步 也就是說不幹了 step back from from什麼東西呢 board就是董事會 所以他也不想幹 Microsoft董事會了 the boards of Microsoft 也不想在這個 Berkshire Hathaway 就是那個 古神巴菲特的 那個頭顧公司 所以他也在裡面當董事 所以他已經 兩個都不想幹了 and his hope to spend more time on his work at the global aid behemoth he and his wife started 所以他希望 能夠來花更多時間 在他的work 那這work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這個全球的那種 那個救助的那個單位裡面 the global aid 那 behemoth就旁人大物 他們兩個的foundation 對不對 所以就是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是他跟老婆一起發起的這樣其實 然後下面就講到 這一大堆 那後面我可以把這個內容先很快的涵蓋一下 所以Bill他希望focus在氣候變遷以及公共衛生的議題上 So Bill focus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health 但是Melinda卻是其實已經對這個議題 對這兩個議題不太有興趣 So Melinda has been increasingly active in issues affecting women and girls 他比較關注的是女性方面的議題 cool ok 在50歲的時候 when she was 50 when she turned 50 she told time 他就告訴時代雜誌 she was no longer going to meetings about science and medicine at the foundation 他就已經不在這個經濟會開任何有關於科學或者是醫學方面的這個meeting的時候 他就不去了 she was no longer going to the meetings about science and medicine at the foundation I trust Bill has those 他像是Bill去就可以了 I'm taking more interest I'm taking more meetings about women and girls issues and the cultural behavior change pieces of that 所以這文化改變上的一些行為改變的這些層面上 他就比較有興趣 所以兩個人分手 好像真的也是一個剛好而已啦 ok ok 所以我們文商家就到這邊 希望你今天有學到相當多有學單字 我們大概就算了不用再花時間走一次了 因為今天影片長度也很夠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